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 大家现在应该都在想 这只狗怎么了吧 其实是一只猫 大家听说过 这个词吗 就是有人给我发了短信 我看了之后没有回复对方的意思 而前一阵子 阿斯多罗成员脸蛋天才Ciao No 出生第一次被Liship的事情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那个 我昨天跟文斌 问他去运动有没有回来 但是到现在都没有收到回复 说完之后可能自己觉得尴尬就笑了 然后直播中正在看留言的母饼 阿诺的回复 当然有回复他 也去见了他 不是 人都会有那种不想回复短信的一天吧 不管对方是谁 不过阿诺跟我说了 他可不是在哪里会被Liship的人 从来没有被这样过 我是第一号 啊 可不是在哪里会被Liship的人 太好笑了 我也LishipCiao No的人 我也想LishipCiao No的卡通 所以 大家也有那种没有原因 但是不想回复短信的一天吗 我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2022年1月份回归的23组IDOL们 1月3号 男团Pleachers将以猪打歌 咯咯咯咯咯咯回归 男团Optention 会在1月3号以第十张迷你专辑的猪打歌 你专辑的猪打歌回归 接着是17的Wu姐 也会在1月3号公开首次的Solo Mixtape Ruby 然后因为成员确诊新冠肺炎 而延期出道的新人女团Kipula 将在1月3号正式出道 最后是SM超级无敌新人女团Gustabe 也会在1月3号发表姻缘正式出道 男团Optention 将在1月4号以第2张迷你专辑的猪打歌Universe回归 女团Wu也将在1月4号发表姻缘单曲Pier Taragaja OmegaX将在1月5号第2张迷你专辑回归 7人组合新人男团Trendeji 4人组合新人女团Haikki 都将在1月5号正式出道 Ujusonio Chokomi将在1月5号以第2张迷你专辑回归 1月7号充公丛娘将以新专辑回归 男团VI成员Kim Yohan 将在1月10号发表solo主打歌Digit 男团Hype将在1月4号发表正规第一张迷你专辑 11月12号男团Mirefony将以第三张迷你专辑回归 书情歌手Lin将在1月13号发表新曲Pyongsen 时隔1年女团Mumuren将在1月14号以新曲回归 妈妈母成员Kuying将在1月16号以第2张迷你专辑的主打歌 吴明辉回归 男团Trippin将在1月17号以第三张迷你专辑 平冷回归 Astro Jinjin Lucky Show分队将在1月17号以新曲孙中学甲回归 1月17号女团Promise Night将以第4张迷你专辑Vidnight Guest回归 1月18号男团Pittoon将以新单曲CrossCrep回归 妈妈母成员Mumuren将在1月19号第三张迷你专辑Sequence回归 男团Pentagon将在1月24号以明年第11张专辑Invaiu回归 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 真心想说一声谢谢大家 这一年也谢谢你们的陪伴跟支持 新的一年我也会带给大家有趣的影片 也希望大家能在2022年平安喜乐万事圣意 那么今年第365支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明年再见 我们明年再见